今天上午台铁208次树林开往花莲自强号行进双溪站的时候 有民众在第二节车厢厕所发现了一条长约30公分的蛇出没 造成列车延误 宜兰县消防局上午获报列车上有蛇之后 在自强号停靠宜兰上车抓蛇 但是没有发现蛇的踪影 该列车延误9分钟发车 行进北浦与花莲站间 列车长才顺利捕获这条没有毒的白棉花蛇 交由当地的消防队来处理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